北方大学明天16号开课 但却有大约1000名即将返校上课的学生 至今都没有获得宿舍配额 受影响的学生目前就只能借宿在有人的房间 甚至被迫在祈祷室和走廊过夜 公正党击打八甲亚兰中议员黄思敏炮轰 被大校方罔顾学生安危 非但不负责任还相当残忍 诉请校方和高教部加速处理宿舍荒的问题 也是公正党最高理事的黄思敏发文透露 不少学生向他投诉宿舍一房难求 据他了解所有的学生早已经在八月份提交宿舍申请 校方却已还在处理申请为由一拖再拖 由于校园位于偏僻的新赌区 周围租房资源寥寥无几 让学生心急如焚 他指出这是北大有史以来第一次爆发学生 没有宿舍的问题 怀疑北大过度招生 他也将矛头指向高教部 抨击当局的招生规划安排不当 才会导致多所大学爆发宿舍荒 也和国阵政府提出的大马一家愿景背道而驰 黄思敏建议如果北大校方无法在今天解决宿舍问题 那么就先让学生回家上网课 一直到校方解决宿舍分配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